大家好,这里是申徒义乱谈上海经 首先给大家拜年,祝大家万事如意 祝我们的祖国早日宪政 今天我和大家谈一下信仰和迷信的区别 我不知道现在的国人是心态时是怎么样的 我在大陆的时候,我记得我是把所有的宗教是当作迷信来看待的 我相信现在很多人也是和我当年一样的 那么宗教它是不是迷信呢? 大家如果听过我以前讲的哲学和神学方面的议题 您就会知道我的观点了 我认为宗教信仰和迷信完全不是一回事情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每个人的世界观都有一个体系 也就是说每个人他其实心里都有一种信仰 不管你信仰的是一套什么体系 这个信仰是存在的 比如说绝大都是中国人 他的信仰就是功利主义 什么能对我物质上有好处 我就去做什么事 没有机会,也没有底线 这也是一个信仰体系 虽然这是最坏的信仰体系 但是也是一个体系 那为什么会造成 中国人 大部分人都会有这样一种思想体系呢? 我认为他的根源是被无神论的吸纳 我们知道在古代中国甚至近代中国 中国人都 虽然没有特别的一神教的 这种严格意义上讲的宗教吧 但中国人都还有这种巨头三尺有神明的观念 所以大部分人也会把坏事做尽 看作是一种没有好报的行为 但是无神论就把这个顾虑给去掉了 你没有报应 没有来世 没有任何后果 那我为什么不再尽时尽情享受呢? 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 所以从无神论就可以自然而然地 衍生出这种公立主义的思想体系 所以我的观点就是 就算无神论是和其他哲学体系 在一个平等的位置上 人类也不应该去选择无神论 但是我今天要讲的呢 就是无神论它其实在逻辑上 比有神论还要低一层 也就是说在有神论的体系内 它的逻辑更加自洽 而无神论的体系内 它有太多的不可证明的假设 我们先谈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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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 在这个假设下,它衍生出的任何理论,它都是逻辑自洽的。 就像我上次讲的自由意志问题,它也可以逻辑自洽。 比如说,上帝全知全能,它就有超越我们人类的一套逻辑。 所以用我们的人类的逻辑来否认自由意志的存在,不等于说在上帝的逻辑里,自由意志就和上帝全知全能相矛盾。 对吧,因为在我们人类的逻辑里,上帝既然是全知的,他就知道我们下一步要做什么。 所以我们人类就不会有自由意志。 但是在上帝的逻辑里,他就有这个可能。 因为我们无法理解上帝的逻辑,所以我们也就无法做出最终判断。 上帝的全知全能和我们有自由意志,是互相排斥。 我最近又想到了另外一个逻辑自洽的解释,就是上帝全知全能和人有自由意志。 这个解释可能因为我们人类的逻辑也能理解。 因为上帝是有无限的智慧,无限的能力。 他让人有自由意志,那上帝就失去了一些全知全能的数量吧。 但是如果你用数学公式去讨讨一下这个问题。 上帝的全知全能是无限的。 人的自由意志是因为上帝把自己有限的智慧和能力赋予了人类。 但是上帝的全知全能是无限的,而他失去的是有限的。 用数学方法来做,你一个无限大的数字减去一个有限的数字。 他结果还是一个无限大的数字。 所以上帝从数学逻辑来讲,就像上帝给一个人类自由意志。 但上帝自己还是全知全能的。 因为他的全知全能依然是无限的。 这就从一个人类可以理解的数学逻辑来解释,在有神人的体系里来解释, 为什么人可能有自由意志在上帝全知全能的框架下。 当然了,这个问题还是在被科学家们和哲学家们在互相的研究和辩论。 人到底有没有自由意志。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从无神论的角度来看。 在无神论的体系内,人要是有自由意志。 他就需要许许许多多的假设。 我们刚才讲,在有神论,一神论里面,他只要一个假设就可以了。 但在无神论的体系内,他要许许多多的假设。 你从时间的长河里来看,从一点到另一点,他都是按他自己的轨迹在运行的。 因为没有一个外在的力量去改变他运行的轨迹。 那为什么人就有了自由意志呢? 有一位朋友在我的留言里讲,自由意志是在生物进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他也自己承认这是一个假设。 我就跟他说,你这个假设就和上帝赋予人自由意志。 其实这个假设同样的不靠谱。 因为同样无法证明。 而且无神论这个体系除了这么一个假设无法证明外, 它还有许多假设无法证明。 比如说,无神论的最主要的,也是说无神论的基石吧, 它就是进化论。 它进化论它本身也是一个假设。 因为我们首先不知道为什么宇宙会从无到有。 我们现在流行的就是那个宇宙大爆炸,Big Bang Theory。 其实它用theory这个字啊,它还是有带上去的。 我觉得更加精确的定义应该是宇宙大爆炸假设。 因为它实在是,它只有一个证据,实实在只有一个证据。 它证明这个宇宙大爆炸可能发生过。 就是所有的星系都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远离任何星星。 就是宇宙其实是没有一个中心的。 所有的信息都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离开另外一个星星。 所以他们科学家们就,那些天体武力学家们,理论武力学家们,就通过观察这个现象,他们倒推。 那么它既然是越来越快的在离开。 那么他们就在过去,他们就以比较慢的速度在离开。 因你一次推倒到在源头,它就形成这个宇宙大爆炸的这个假设。 但是你完全不能证明,为什么宇宙一开始就是要一个原点来大爆炸。 按照有神论的体系,完全可以上帝创造宇宙的时候,宇宙的各个星系就有平均10万光年。 所有星系的平均距离,我打个比方。 后来他们在运行,到现在他们平均距离有10亿光年。 就是说,你把现在倒推到这个点。 但是你完全无法证明,为什么上帝不可能在这个点和现在的中心部位,任何一个部位。 他把宇宙创造出现在这个样子。 我们刚才讲到,各大星系正在以加速度的形式离开,互相离开。 这是唯一的事实在在的可以作为一个论据的,宇宙大爆炸的论据。 我们中国有句古话的孤正不利。 他凭这一个证据,他就说,宇宙大爆炸肯定发生过。 但是,我觉得不足以服人。 当然,他也列举了其他一些证据。 像什么宇宙microwave,就是宇宙的微波。 其实,讲到宇宙的宇宙,我们能测得到那个电子波吧。 它其实有一个有趣的现象。 他说是宇宙大爆炸以后,留下的背后杂印。 但是,这些天文学家们把这个电子波的图像,把它研究出来之后。 他们一看,它居然,它有一个中心点。 而这个中心点就在地球附近,或者在太阳系附近。 他们把它,这些科学人不能解释为什么会这样。 所以,他们把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邪恶轴型, Axis of evil,因为他们不能解释为什么。 从电子波的研究,他们看到宇宙的中心却会是在地球附近。 我还看到过两个论据。 它其实都是从第一个论据里面衍生出来的。 所以,它实实在在的绝对的论据只有一个宇宙大爆炸的论据。 这个宇宙起源,无神论就无法证明了。 其它还有很多环节,进化论也无法证明。 像为什么无机物可以变成生命,有生命的物质。 科学家们做了很多实验。 他们也有很多假设,做了很多实验。 最受谓人知的就是说,是一个热汤吧,热汤实验。 就是说,有一个热的池子,就一个池塘。 里面各种物质在互相发生化学作用。 有一天被雷打起来,就生命就产生了。 就像科幻电影里那个Frankenstein。 他把人各个肢体连接起来,然后再给雷打,打的时候这个人就活了。 也就差不多的假设吧。 他科学上做了很多时间。 他没有一次成功的,能把这些无机物变成有生命的物质。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假设,无法证明。 第三个大的假设就是,这个意识,自我意识是怎么进入人类的。 或者,我们假设一些动物也有自我意识。 我们知道植物肯定,不太肯定有自我意识吧。 也许他们也有,不过,这些也不知道。 但是,这种自我意识又是怎么产生的。 然后,在最后才能到我们讲的自由意志是怎么产生的。 所以,要从无神论的角度去认证自由意志的存在。 那他需要证明的假设,要比从有熟人的角度,要多得多。 总结今天的话题呢,我就是要让大家知道,什么是信仰,什么是迷信。 你如果认为宗教信仰是一种迷信的话,那你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或者对公立主义的信仰,也是一种迷信。 包括相信无神论,也是一种迷信。 因为这每个所谓的主义啊,它都是一个自称一家的体系。 它每个体系里面,它都有自己的,自己的假设。 我上次不是举了个例子,在马克思主义里面,它的一个假设就是,经济基础决定社会的运行。 它就是这么一个基本假设,然后推论出来,什么阶级斗争啦,历史唯物主义啦,那种种东西。 我们现在都知道这个历史唯物主义这套东西很不靠谱。 人类文明没有什么,从母系到父系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 没有哪一个人类群体是严格造成这么一种顺序来过渡的。 像在美国,它刚开始是封建社会吧。 它刚在建国之前,它是封建社会吧。 然后它又变成了民主社会,同时也是奴隶社会。 这你怎么讲理去? 在中国也是,中国就是,中国其实它没有一个严格的奴隶社会。 因为它在中国一直到清朝,它都还有奴隶。 很多人卖身为奴嘛。 而且中国的封建社会在清始皇之前就完全结束了。 其实中国比欧洲先进了很多。 中国的封建社会延续到,一直到拿破仑村地,才到达了中央集权制的那种程度。 中国在清朝就中央集权了。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就一直中央集权了。 一直专制到现在,在欧洲它中央集权没多少时间它就垮台了。 然后就渐渐过了民主宪政了。 所以我就想让大家理解,所谓的宗教迷信,你也可以把宗教还成任何东西。 马克思主义迷信,自由主义迷信。 它其实呢,它都是一种信仰。 都是对一套,至少看起来是逻辑自洽的哲学体系的信仰。 当然一些哲学体系没有另外一些哲学体系逻辑严谨。 比如马克思主义,它的最基本的逻辑基础就完全不靠谱。 今天的话题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再见。